大家好,我是王凯,今天继续是玩《隐秘的角落》第三章,还没完呢,上条视频说到严良普普朱朝阳爬六峰山,录个像吧,好巧不巧,对面山头杀人犯作案给录下来了,仨人一商量,给杀人犯写个警告信吧,多愚蠢啊! 严良普普说,朱朝阳写,满大街找杀人犯,最后还真让普普认出来了,这杀人犯是朱朝阳少年宫的奥数老师张东生警告信还得say啊,就把杀人犯是朱朝阳老师这茬梦了,偷放警告信第二天,让张东生找书店来了,四个人都很尴尬,最尴尬的就是朱朝阳,杀人犯竟在我身边,缺心眼竟是我自己。 张东生表情很恐怖啊,就跟下一秒要拔刀似的,严良说你别轻举妄动,不然我们报警,张东生说要报警早报了,说吧,想要什么,严良说为了这视频你能给多少钱,张东生说那得看看视频质量,打开相机给张东生一瞧,张东生这脸裤叉就掉地上了,什么牌子的相机啊,拍的这个清楚,这样给你们仨一人一万,严良不乐意了, 他想到普普弟弟的白血病还得治呢,开口就要三十万,朱朝阳在一边都愣住了,兄台竟有如此野心,张东生说你们考虑考虑,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,张东生走后,朱朝阳就琢磨这事儿,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呢,跟一个杀人犯错交易,就这会儿朱朝阳仿佛进入了严良普普的内心世界,两位都有对白,严良说机会都摆这了,还啰嗦什么,普普说相机是朱朝阳的, 得他来帮我们,严良说张东生认识朱朝阳,所以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,有危险的话我就跟他拼了,普普说呀,严良哥你傻呀,他又不知道咱俩的底细,要找也是找朱朝阳,各有各的小心思,朱朝阳分不清这是狐狸影子在搞鬼呀,还是这俩人真的在利用自己,晚上的时候,严良普普给朱朝阳过了个生日, 普普送给朱朝阳一杆钢笔,仨人一起看月亮,希望这段友谊,永村,紧接着就是第四章,老师,严良普普朱朝阳又约在书店二楼,商量好了就三十万了,给张东生打电话,张东生说你们这仨孩子真是耿酒精啊,要三十万也行,来家求来,毕竟是个杀人犯哪,仨人一商量,严良带着普普在外面,朱朝阳一个人进去取, 时间久了,不出去就报警,张东生正在这忙活东西呢,跟朱朝阳说要三十万太急了,没有,朱朝阳说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,我们一定会,张东生转身过来,手拿着壁纸刀,会干嘛,报警,这会儿只听见啪啪啪,门外问,张东生在家吗,我们是派出所的,朱朝阳纳闷,严良普普报警了,张东生让朱朝阳先去客厅,警官说了, 今天来是因为你妻子徐静的案件,请接哀,朱朝阳在客厅一听,被杀的不只有俩老人,连他妻子也杀了,那还等个六啊,抓紧走吧,转天过来,这张东生把钱带到了书店,严良这边交储存卡,三十万现金三人各自带点,分头走,朱朝阳在最后让王瑶的弟弟王丽盯上了,把朱朝阳带到了水产仓库,逼问朱晶晶的死因, 被王丽按在水桶里三五次,朱朝阳说,朱晶晶坠楼那天自己也在五楼,但是他是自己掉下去的,王丽拨打朱永平的电话,来,把刚才的话跟你爸说说,电话接通,朱朝阳大声求救,说我在水产仓库,快来救我, 气得王丽又把朱朝阳按到水桶里,这时身后过来一个人,王丽一回头,张东生,朱朝阳躺在地上说,张老师快救我,王丽站起来问张东生,说经经的事你也有份吧,窝囊废,我连你一起弄,他是不知道张东生现在的杀伤力,扑刺扑刺两下子,王丽整个的安静下来了,张东生带钱先走,朱朝阳之后被朱永平找到送回了家, 张东生来到朱朝阳的家里说,钱已经给他们了,现在应该离开宁州了,混乱的暑假如果现在结束,也算是及时止损,但狐狸影子继续挑事,猜猜你的好朋友这会儿在哪儿啊,历历嗨嗨的台风天,他们怎么走得了啊,不走又没个身份证,快去看看你的朋友们吧。